小米汽车能成功 要感谢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强大 12月28日 小米召开了汽车技术发布会 这个号称赌上雷军全部声誉的产品 终于要见面了 奇怪的是 很多人并不关心小米汽车的性能 反而更关注售价 甚至在发布会之前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喜欢小米的人说 这是一款属于年轻人的汽车 它的外观好看 风轻式踏板 800V高压 电池续航等等配置拉满了 如果价格能再低一点 那么完全可以复制小米的成功 不喜欢小米的人则表示 外形酷似保时捷 像极了仲泰米 没有创新亮点 就相当于一台组装车 两者吵的是天翻地覆 好像非要证明小米是一台成功 或者失败的汽车一样 但在我看来 大家的关注点错了 小米汽车的成功EVO并不是重点 设计上 它能成功落地 就代表着中国汽车产业链 已经强大到让其他国家汉烟的地步了 首先 小米汽车入局并不算早 甚至可以说已经相当晚了 全部造车 当时电动车市场上已经有数百个品牌 造车新势力有魏小李和林炮等等 传统汽车巨头 更多是上汽 北汽 比亚迪等等 还有华为也在整合汽车产业链 竞争相当激烈 在很多人看来 小米入局的时机并不算好 当时电动车行业的电动化已经完成 正在朝着智能化和自动化转型 这意味着 小米布局汽车时 已经处于落后的阶段了 他们需要在电动化上 追赶前面的车企 在智能化上 还要和华为为小李等科技企业竞争 还要提前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等等 难度非常大 因此有些人认为 小米成功的可能性不会特别高 但小米的步伐却非常快 而且非常激进 单年3月份宣布造车 4月份申请商标 9月份公司成立 11月份开始建设整车工厂 两年后 小米汽车就开始录测 预计2024年将正式量产 这意味着 小米从建厂到量产 只用了三年时间 如此之快 在其他国家根本不敢想象 就拿美日来说 美国造车信誓力有很多 而且比小米造成立十几年的也一大把 但是它们空有技术 却支持无法量产 破产的都有很多 试本也是如此 丰田和本田汽车的功底 比小米强得多吧 但是造出来的电动车一言难尽 用肉眼评价 都比小米汽车要差得多 小米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就是 中国强大的汽车供应链 电动车上最关键的有两个环节 一个是电动化设备 也就是电池电机电控的设备 还有一个是智能化软件 比如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等等 日本德国车企硬件强 但是软件跟不上 美国车企软件强 但是硬件制造跟不上 两者都有短板 这就导致了 他们在电动车的发展上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根本无法和中国车企们相比 而中国就不一样了 软硬件都很强 就拿电动车产业链来说 在长三角有个 四小时产业圈的概念 意思就是 在电动车组装厂的周边 聚集了大量的配套零部件工厂 这些配套厂距离整车厂 最远不超过四小时的运输距离 一辆电动车上有上万个零部件 产业链非常长 一般国家 根本无法聚集这么多的企业 更别说将它们分布在 四小时路程的范围内了 而中国却可以 就有新能源汽车产业带 这里有三千多家企业聚集在这里 他们生产的汽车零部件 覆盖了十几个领域 规模非常庞大 但是你敢相信吗 长洲只是长三角四小时 产业圈里的一环而已 在这个产业圈里 上海提供了芯片和软件等 汽车大脑产业 江苏提供了电池 电驱等汽车心脏产业 浙江则提供了车身 座驾等汽车身体产业 汽车配套企业数量超过十万家 特斯拉为啥落户上海后 产能就能快速狂飙 原因就在这里 更可怕的是 这还只是中国庞大的 电动车产业里的一环而已 在中国 电动车品牌可以找到 任何一个物美价廉的 配套零部件 小米汽车工厂虽然在北京 但它也是处于 我们庞大的供应链产业里 它的电池可以选择 林德什代和比亚迪 电机可以选择汇串和福迪 智能驾驶可以选择几何 这意味着 小米汽车完全不需要 像日本车企一样被转件难倒 也不用像美国企业一样 找不到供应商和制造商 只需要做好整车技术 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比如车内冰箱 电视 配件有米家产品 座舱系统有外物互联的 澎湃OS 以及小米自动驾驶系统 但是这三个 同样离不开中国汽车供应链 米家产品 是中国众多制造业里 小部分企业组成的 澎湃OS也是依靠 中国庞大的互联网人才 就连自动驾驶 有庞大的中国AI人才可以用 可以说 小米汽车脱离了中国产业链 无论在哪个国家 都无法在三年内完成量产 看待小米 不需要看它能否成功 它能落地能量产 就已经让丰田大众的外国车企 感到绝望了